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饶女士和汪先生 听说你们孩子刚刚结束高考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立刻就赶来了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是我早就想离婚 我觉得我跟他过这么多年一直都不开心嘛 我就不想跟他过 但是他就觉得没有问题 也不想离婚 所以就等着高考结束 我也不想等了 等到这个时候已经必须得解决了 对 那你今天的诉求是 结婚这么多年 就他从来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从来没有当我是一家人 所以我想请各位老师看看 是不是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了 就我希望他能放手 要是能过得下去 我就希望他调整 好 汪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本来也不想来 天天把我手机拿出来 你这次必须要来 或者就跟着来 你觉得不想来 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够严重呢 还是觉得有办法解决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次问题吧 可能是男动力跟女动力跟这种沟通 我觉得可能沟通上还是有问题 那你觉得你对他是在乎还是不在乎呢 那肯定是在乎的 是他理解的方式不同 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我的问题多一些 你的什么问题呢 还是我觉得还是沟通的问题 因为我一般平时爱拜说话 遇到事了 他说说多了可能就嫌烦了 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点的事 不是 一上场 夫妻俩就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一个压抑多年满腹委屈 一个从容淡定 云淡风轻 那么他们婚姻的真实状态究竟如何呢 饶女士首先开了口 我跟他结婚的时候 什么彩礼都没有 举行婚礼的时候都穿了旧衣服 他爸妈可以一分钱都没花 后来结了婚以后 春节在他家过年的时候 然后他妈妈就觉得 我既然不要彩礼嘛 觉得我肯定很有钱是吧 他妈就老试探跟我讲说 儿媳妇应该给婆婆买这买那的 就老说老说我就不高兴了嘛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们都坐在那聊天 他妈又讲到 说让我给她买三斤 儿媳给婆婆买三斤 对 然后我当时我就不高兴嘛 我跟她顶了两句 我说我结婚的时候 你们都没给我买 我皮什么给你们买 我那时候有年轻 肯定也七十嘛 然后我们都端着水杯 我就把水杯使劲 动了我坐上一堆 然后他妈可能就觉得 我没给他面子 就说他就说 说你看敢给我气瘦的 就还摔我 说你给我打 就想看 然后他就站起来要打我嘛 就要打我 就靠着我的一脸 那就把我怼到墙上去了 他就真的上来了 对 我当时就跟他撕发起来了嘛 也就骂起来了 他说是我 我妈叫我去做 那应该 我想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那你出于什么 做这个动作呢 这我好像 都记不太清楚了 一般觉得就是说晚辈嘛 对着长辈不应该那种摔杯子啊 当时是不是妈没骂我不知道 反正没骂 他就像他妈 我在家排行老小嘛 可能母亲照顾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对母亲这个感情比较深一些 但是你跟你妈感情再好 你不能欺负我吧 我倒没有说欺负她 可能是还是我在中间的一个 没有协调好吧 他不是没有协调好 他就完全站在他妈那边 他刚才讲了 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说他说到你妈妈经常会找他 买这个呀 要那个呀 这个情况你不知道吗 倒没有 我们不是经常回来 一般就过年时候回来 不是说跟他要东西吧 他可能提到这事 因为我妈可能就是 也经常也跟我说说 你看人家有个什么戴个戒指啊 戴个 可能在当时在那题上 具体我真是不记得 那次也是 可能对他的障碍比较大了 他当天就背着包就走了嘛 我记得 听起来 汪先生并非完全感知不到妻子的委屈 可对于当时的他而言 维护母亲和力挺妻子之间 他下意识地选择了前者 可正是这个举动 伤透了饶女士的心 这件事在我心里头就一直 事后也没有说什么吗 没有 从来没有给我道过钱 从那以后我们俩就没有好这种 也许是期待越高 失望就越大 新婚时期 正是饶女士对婚姻抱着最高的幻想之时 可是和婆婆的这场冲突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剪刀 把她对婚姻的幻想一点点的割裂了 到后来千疮百孔 我们老家在镇上买的房 跟他二哥家房碍着 但是我们在北京生活 那房子也没住 没住就是他二哥一直是他用的呢 挖掘机又是割刀机乱七八糟的 农具都放在里 有时候什么今天修个屋顶 明天修个屋地 是吧 然后每年都要一千两千的 我也都给了 但是每年春节回来过年 我们也没地方住 因为那房子他二哥放东西 他大哥家住两天 二哥家住两天 大哥家二哥家都是男孩都大 我们又是个女孩 而且我又是个女的 我就觉得很不方便 然后我就跟他说很多回 我回去把房子绕回来 装修装修 我们自己住啊 他不愿意你知道吗 他觉得没必要嘛 而且他二哥用着呢 后来就在我强烈炒 炒了以后 他就回去装修 装修的时候 一大哥就放农具 放不下嘛 就把我们的后墙给拆了 拆完以后 自己又搭了一个棚子 放机器 就经过改造嘛 他二哥就不愿意了 因为他觉得 他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 他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回去 就很不高兴 就觉得房子 就应该给他用到 那我都补偿他钱 因为他改装花了点钱嘛 凭什么 因为他把我们房拆 他们就我们同意 难道不应该补我们钱吗 我这不同意 然后他就不跟我讲了 然后自己做主 把钱给了 王先生 我老小嘛 原来他们照顾的比较多 原来他们 那你为什么要结婚 你跟他们过就得了嘛 你认真听他解释一下 没多想 他刚才说 拆院墙 就为了他自己的要求 这个跟你们商量了吗 拆院墙 好像没商量 他们原来想着说 在这老家买个房子 你可能用的机率不是太高 他还那么小 可能我们在外面买房 你会生气吗 回来装油房的时候 我哥也不通意 我说不通意是吧 本来就我们买的房子 你为什么不同意 那时候其实也有点生气 到这一步你有点生气了 对对对 其实你心里也是觉得 这是不合理的要求 对吧 对对对 那为什么你明知不合理 还这么去做了 二哥他这个人吧 脾气比较冲 母亲好像走了吧 然后我爸在这边嘛 我二哥一直在家 知道吧 照顾父亲这一块 然后我跟我大哥也商量 大哥说你就算了 你二哥那人你也知道 是吧 你就让着他点 吃点亏吃点亏 反正兄弟嘛 你的意思是我吃点亏 我退让一下 不要惹恼了他 影响了你父亲的生活 对 这是你站在你二哥的角度 同时也站在你父亲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对不对 那就剩最后一点 有没有站在你们自己的角度 尤其是他的角度 去考虑呢 没有 其实也考虑 但是应该给钱 应该跟你说了 没有 没说 你没跟我说 这还是你二嫂子跟我说的 他还是很迷之气 他觉得挺自豪 我感觉到就 我们家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 就为这个经营这个家 就是这个 做了一点心思 你知道吗 而且其实不是 我新的那个钱 如果我家经营 调整特别好 给他补偿一点 我也是有 但是他工资也不高 家里的经济条件 其实并不允许 对 然后第二 其实这些年来 你们已经让力给二哥很多了 他用了我们房 用了这么多年 他还没有半年感恩 他不觉得感谢我们 他还觉得我们不应该回去 说白了是这口气 很难顺下来 对吧 对 他就还所有的事 他都会站在他哥他们那边 其实 把家里房子装修装修 就这个改造 其实是因为你们 俩俩要在这长期生活了 对 我是这么想的 为了让女儿 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老女士决定 重新装修老家的房子 可不曾想 她的这个计划 却遭到了 意料之外的干涉和阻挠 他两个哥哥就都来阻挠 他们都不同意 你们要住了 为什么不允许装修 他们就觉得不应该花那个钱 然后就又装修 因为他父亲不住在我家吗 大概阁楼呢 是我们睡上面 他爸睡底下不就可以吗 我当时这么想的 结果就出问题了 右边是他哥家 左边是他二嫂子的表书家 然后他们都觉得 我们动房子 动了他们的风水 然后就不同意 就所有人都反对 你知道吗 房子已经拆了 结果就不能见 我觉得那时候特别特别难 就所有人都在阻止这些事 我也不在家 也不知道这次风俗习惯 老家可能对这比较 看得重一些 阻挠的就比较多 最后也是没有台 就是在那原有的基础上 但现在我们家们 没有按窗户 就是因为他们不让弄吗 去割了钱 你说没有窗户的房子 如果你说 当地有当地的风俗 好 可以理解 那比如说当你的家人 都对他装修 对他改造 表示不同意的时候 有没有谁站出来说 好 这样做不行 我们替你想办法 我们解决 有人提出来吗 怎么帮他解决 没有 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你知道吗 也没有帮忙 也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装修房子跟大哥吵了一架嘛 就是第一次跟他正面翻脸 那个事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 我就心情不好嘛 然后有一次 因为我每天还要跑到 另一个镇上 我就还在上高中 每天还去那照顾他 就两头跑 结果就出车祸了 钱也都花在那上面了 我出车祸的时候 他两个哥哥也没表示什么 结果他哥正好在工地上 鼻梁子给打了一下 他大哥就立马叫他 去他哥哥家给钱 然后我就很生气 然后就跟他吵起来了 我出车祸的时候 你两个哥哥家 也没有表示一下 就是他哥鼻梁子打下了 而且我们他正在吵架当中 你至少让我心里舒服一点吧 然后他就去给钱 我大哥跟我说 他说你大哥 把鼻梁骨给撞舌了 现在在医院住院 咱也拿点钱 拿几百块钱 一个可能是帮助 也不是说去看的 就帮一下 我说你拿多少 我们家不需要帮吗 你们两个帮过我们 当时我们也挺宽 但大哥他们讲了嘛 就拿几百块钱 拿几百块钱 去说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他刚刚跟你二哥 经历了很大的不愉快 然后家里的经济 那个时候又因为出这个车祸 遭遇了重创 这两点你有考虑到吗 你当时还没想 王先生也知道 自己在很多事情上思虑不周 可事实是 在种种事情发生时 他没有顾虑的人 只有妻子而已 饶女士脱口而出的这个结论 其实就是她心中最痛的地方 在她看来 丈夫的心装得下全世界 却唯独装不下她 丈夫把好的那一面给了所有人 却把坏的那一面全部留给了她